我們來到環山部落附近的一個練練風情 這個是唯一一個Seven 這間Seven呢 只開到十點 那現在九點半我們等一下四點 出發 在這種山當中看到Seven 感覺很妙 這個就是我們要住的練練風情 九點半 左右大 先讓我們熱身一下 練爬樓梯有差喔 到了喔 這是三樓喔 我的早餐是冷雞塊 冷冷 軟軟的 配合味道 配昨天的冷咖啡 三點 我跟老婆出發囉 我跟老婆出發囉 現在是 四點 五十了吧 我猜 光找車位呢 就耗掉了 二十分鐘 所以應該算是有delay吧 在黑夜當中 有一個吊橋 有點可怕 又有點刺激 哇 我們從這邊來 來 那我們來到芝加洋的登山口 這個投地鄉 合進去 現在幾點 Oh Shit 快五點 好 這裡啦 好 現在應該是要 到前面有一個地方 可以左上 左上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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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萬苦來到這邊 來到人家的菜農區 沒有捷徑嗎 菜農沒有捷徑 菜農也是這樣來的 喔 走了半個小時 登山口都還沒到 對啊 對啊 滿山滿野的 白白的什麼 白上坡了 剛剛穿過農家 結果走錯路了 白上坡了 浪費力氣 又跑下來 所以喔 不要隨便去下載 人家的 GPX地圖 告訴大家 最好的地圖還是 Maps.me 自家洋 就叫遠方 好美有沒有 無告草 超級臭 不過這都天然的 喔 農地 農地 大家早 喔 終於 太陽出來了 不然剛剛那麼黑好刺激喔 都拍不到 我們才剛過了河 西啊 正正要往那個 自家洋的路上 給大家看看自家洋在哪 在這 太神奇了 我翻山越嶺來到這邊 竟然有怪獸可以到 是什麼情況 走在這裡真是享受 很舒服 都沒有人 這個自家洋 這麼熱門的山 怎麼路上都沒有人 我們大概走了3K 來到營地 意思就是說 在這邊休息一下 我們就要開始真正的 爬升 好可怕喔 已經耗掉一些體力了 體力都耗在那個迷路 真的很煩 非常的累 非常的累 沒有在錄影 這個是 自家洋 剛走到4.4K 百越有一種 只要叫大山的 都不要想說會太好過 只能認命的喘 知道嗎 喘是正常 大概走了快三個小時吧 現在是8點15 我們大概五點開始 然後剩下五個 不是剩下 走了五公里 還可以再三公里吧 到自家洋 然後雪山主峰7點5 繼續 累到沒台子 累 用力拉 腳不要用力啊 用手拉 腳不要用力啊 用手拉 哇 很累 但是一眨眼呢 我剛剛 還在為了3.1K 3.2K 每1K 0.1 都很痛苦 可是一轉眼呢 已經開始到6了 然後山頂大概是 8 所以 一定可以完成 好 現在就在一個營地吧 這是什麼營地 快兩酒營地 喔 沒關係啊 曬兩酒營地 一般可以住在這邊 比較享受 但是呢 上班族不行 就得單公 好 我們看到一個怪獸 年輕人 28歲 背了33公斤 這就是他朋友 路上班族都很瘋狂 真的 四十幾公斤 說昨天哪有幾公斤 我都傻了 對啊 好可怕喔 從零到六點三 頭一次看到景色 雲海 有沒有 zoom in 好累喔 其實我的 我累的感覺呢 跟我在3K的時候差不多 翹臀 對 翹臀 對 我從腳 抽筋到現在 都又不抽筋 又恢復了 感覺好像回到3K 回到3K 又重新走一次這樣 不錯 現在6點3 然後等頂大概8點2吧 是不是 好 這是太太 厲害 6點4 每多一0.1 都 very joyful 太太好厲害啊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休息點 介於6點6 6點7 6點8K 左右吧 好猜 好 這張圖有什麼意思呢 這一個地方 我懷疑 就是 環山部落 就是我們爬來的地方 好 看那個形狀 哇 3個小時前 我真的覺得 我可能會放棄 腳好像又抽筋又好了 又抽筋又好了 又抽筋又好了 當然現在可能已經麻掉了 沒感覺 沒抽筋 所以今天 工頂是沒有問題啦 只是過程很累 剛過6點8 OK 有沒有很美 有沒有很美 蛤 嗨 但是看到大景呢 102 很累 非常 一定 綠山單攻類 發現什麼 哇 7.1 太爽了 進入七字頭 中途的美景 好美的雲海啊 沒心情欣賞 拍回家再慢慢欣賞 唉 那個應該就是自家洋了吧 是吧 拜託是 現在大概爬了6個小時 正 好冷 好冷好冷 那個會不會就是 自家洋 大山 三角點 是嗎 好可怕 好可怕 不錯喔 等一下喔 對不起 沒關係 到了到了 這在哪裡 右邊 右邊 芝加洋大山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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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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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